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晃过去 下面的明星都是一脸茫然 这是什么梗 很多人都一样一脸懵逼 到了2013年 尴尬的一幕再次出现 第33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9位露面的张曼玉和刘德华一起共同颁发最佳女演员奖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 两位颁奖人打开了名单 当看到纸上内容的一瞬间 张曼玉脸上的微笑似乎一下僵住了 随后立刻做手势 请刘德华来念 刘德华宣布获奖者为张子怡时 张子怡微笑地走到台前 而张曼玉也顺势拥抱了张子怡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现场变得异常尴尬 华仔本想将奖杯递给张曼玉 希望由他颁给张子怡 令人没想到的是 张曼玉虽然面带笑容 却是连着向后退了两步 完全没有要为张子怡颁奖的意思 眼见气氛有些胶着 华仔只好顺势将奖杯交到了张子怡手里 而张曼玉的反应更为迅速 他立刻走开 在张子怡发表感言时 默默地站在远处的角落里 而张曼玉拒绝为张子怡颁奖 也成了当晚最大的新闻 为此许多网友们开始查究两人过往的交集 却发现双方的嫌隙 或许早在2002年拍摄定《英雄》时就有迹可循 张子怡的野心全世界人都知道 他的偶像是龚立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张子怡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出名 后来他幸运被张艺谋导演相中 因为一部《我的父亲母亲》火遍全国 更拿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项 成为某女郎之后 张子怡一路顺遂 事业走向了高峰期 就这一点来看 他和偶像龚立走着相同的路子 而且时不时地和张艺谋闹点绯闻 成名之路就是这样 有磕有碰不断攀登 他似乎离不开这个男人了 并通过张艺谋走向更大的舞台 从一个台阶跳到另一个台阶 别人可能需要花很长时间 但张子怡轻轻松松就抓住了机会 如果说内地出名靠张艺谋 那么扬明海外则需要 李安和成龙的支持了 经过张艺谋电影件 张子怡拍摄了李安导演的 《卧虎藏龙》 并迅速在好莱坞一战成名 此时的张子怡展露头角 却没有站稳脚跟 于是成龙来了 2001年 成龙邀请张子怡出演《尖锋时刻2》 那段时间两人走得很近 每当拍摄完一个镜头 张子怡便会为成龙擦汗 甚至比成龙的助理还勤快 后来成龙在片场搞了一个生日会 张子怡大出风头 工作人员对成龙说 送给你一个惊喜 这句话搞得成龙心里直痒痒 当他进入包间的时候 张子怡从里面跑出来 并快速线上相吻 成龙喜出望外 这就是送给我的礼物吗 太惊喜了 那天两人玩得很嗨 还上瘾了吃葡萄的一幕 以至于当成龙吃完之后 张子怡立刻用手去接吐出来的葡萄籽 这一幕被拍下来 成了众人差于饭后的谈资 至于周润发和张子怡之间 有什么故事就不清楚了 或许是两人曾拍摄《卧虎藏龙》 期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总之 那天的事对张子怡很不友好 甚至是噩梦 颁奖台上 一句意味深长的听话受教吃葡萄 让张子怡下不来台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周润发暗指剧组 有人想要诱惑他 那人究竟是谁 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了 除了这件事情 张子怡和张曼玉的关系也十分糟糕 从影20余年 张曼玉凭借个人精湛的演技 塑造出无数经典角色 数次加冕金马奖和金像奖的双料影后 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这个时候 张曼玉早已是如日中天的大明星 而张子怡才刚刚出道 凭借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扮演的角色出露头角 在业内资历方面 可以说是张曼玉的小后辈 但就是这样一位后辈 却在张艺谋出品的英雄里 抢了张曼玉的风头 2002年 张曼玉担当了这部影片的女主 女二则交给了当时刚有些人气的张子怡 没想到的是 随着电影设置的深入 张曼玉的戏份越减越少 多出来的戏份都挪给了张子怡 结果导致最终出炉的电影中 张曼玉扮演的飞雪 明明是女主 人物塑造却特别担保 而张子怡饰演的女二号如月 则形象饱满不少 对此 张曼玉的心里很难说没有芥蒂 但作为在圈内打拼多年 早已扬名国际的影后 她不愿意与出出茅庐的后辈计较 矿写影片呈现出来的整体效果不错 她也就更没有与张艺谋产生矛盾的理由 于是此事强然作罢 但又是什么原因让她放下狠话 即使给我十亿 我也不会和她再合作 过了两年 在鬼才导演王家卫的经典作品《2046》中 张曼玉再度与张子怡同片出演 但这次她又吃了个闷亏 王家卫拍电影就俩字 玄虎 这一点早已为人所知 她拍戏没剧本 拍摄时间又拉得很长 拍完了还喜欢山 很多演员就算拍完了 也不敢断言最后剪出来的戏是什么样 但张曼玉在《2046》中的遭遇 仍然可以说是独一份 开始以为是主演女一号苏丽珍 硬生生变成特别出演 成片后 张曼玉的戏份被剪到只有几个身影 加起来差不多30秒 至于比较突出的戏份 仍然给到了张子怡的角色白领身上 而在《2046》内地上映版中 张曼玉的镜头更是惨遭一剑杯 她变成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配音 变成了挂名女主角 《2046》在第57届嘎那电影节中喜获提名 但在王家卫率领的一众剧组成员中 偏偏掌握不到张曼玉的身影 当记者就此询问张曼玉 她耿直地回答说 自己只为电影清洁准备了礼服 至于《2046》 她连自己究竟算不算是片中的一员也不清楚 不过张曼玉准备的盛装最终派上了用武之地 在当天她凭借在电影清洁中的动人演技 容登嘎那影后宝座 成为世界范围内有名的华人女演员 而2005年的《异计回忆录》 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张子怡和张曼玉之间的微妙关系 据传言 该片女主小百何一绝 原本导演鼠意的演员并不是张子怡 而是张曼玉 但张曼玉考虑到 《异计回忆录》是一部日式主题的电影 出于个人的爱国情怀 也为了避免受到大众舆论的道德抨击 她最终明确地回绝了片方的邀请 对此她也在外媒采访中提到 我也推掉许多片 其中包括《异计回忆录》 我不想当自己回到家乡 却要被人说为了片酬出卖我们的文化 最终张子怡出演了《异计回忆录》的女主角 并凭借此片《扬明国际》 张曼玉此前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这部着力描写日本异计的电影 一经上映就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许多观众给出了差评 而张子怡在国内的声誉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害 但对于精明的张子怡来说 参演《异计回忆录》的意义 无疑胜过外界的质疑 她由此拥有了唯一一部 自己单纲主演的好莱坞电影 或许就是这几次电影拍摄过程中的交锋 让张曼玉和张子怡之间莫名生出了嫌隙 曾有记者问张曼玉如何看待张子怡 她的回答颇引人遐想 我不可以给她意见 我在她这个年纪没有她那么聪明 我想我这套是旧的 根本是不同年代的 之后就有了颁奖典礼上的那一幕 当张曼玉得知要把奖颁给张子怡时 始终不肯念出这个名字 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在搞气氛 增加神秘感 但仔细看张曼玉的眼神你会发现 她真的很排斥 后来还是刘德华念出来的 华仔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 有意安排他们同框 但张曼玉很反感 尴尬地笑着 最后刘德华为张子怡颁奖 张曼玉直接走开 她再不愿看到那张丑恶的嘴脸 在这件事情之后 有采访中问张曼玉对张子怡的事情怎么看待 当时的张曼玉表示自己不敢教张子怡 并且表示张子怡看不上自己的建议 在后来的2018年华表奖的颁奖现场 张子怡和陈道明被邀请为颁奖嘉宾 在颁奖之前 一般都需要颁奖嘉宾互动 以此来暖场 但这两个人的暖场中却透露着尴尬 当时的陈道明问张子怡拿过华表奖吗 其实张子怡曾拿过三次华表奖 这一问算是问到了张子怡的心里 神情中都透露着欣喜 话语间也是满满的自豪 她表示自己是女演员里面拿过华表奖最多的人 但是陈道明却并没有让他高兴太久 在这之后 陈道明问张子怡华表奖和金鸡奖的区别 张子怡却尴尬地看着陈道明 甚至带着撒娇的语气让陈道明来回答 而台下的观众则是一脸的笑意 而这个笑意其中的深意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 张子怡都被很多网友嘲笑 毕竟张子怡曾经拿过多次华表奖 还不知道华表奖和金鸡奖的区别 说出来实在是有点讽刺了 之后陈道明回答了这个问题 而张子怡也表示 陈道明的回答也是自己所想的 颁奖结束后 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争议 有人说陈道明在公开场合不给后辈留面子 有人说这是剧本 事实上 事情的究竟我们无从知道 我们只要保持理智地对待每一件事情 不盲目跟风 但是网友认为 张子怡国际章的人设已经崩塌了 事情的真相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不管张子怡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她也在自己的行业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作品 毕竟人生的路是自己选择的 我们大家认为旁观者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要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希望未来她依旧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